Lun N 哈囉大家好我是Moya 今天呢要來綁一個有點隨性 但是有點花樣的丸子頭 所以很適合在日常或者是正式場合宴會這種時候來使用 那首先呢我們就先把頭髮 就是大概從頭頂最上面劃到耳前的地方 把它全部都分出來 那我會先稍微在左右都大概分出一樣的區域 記得要對稱喔 然後分完之後呢用個夾子 把这两个区域都给夹起来 好了之后呢 就把后面头发可以绑出一个高马尾 看你这个丸子想要再多高 就把马尾绑得多高 那在绑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就是用手 把这个马尾给抓高就好了 就不要让头发太过的整齐 因为这次的头发 就是要有点这种随性的感觉 然后好了之后 就用橡皮筋把这个马尾给绑起来 那记得在绑的时候 要稍微绑紧一点点 这样子这个包包呢 等一下才会比较牢靠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很简单 就把你这个丸子 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固定成一球就好了 那因为我的头发有一点短 所以我会用个梳子稍微逆刮一下 然后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形状 让它感觉够膨够大 再把这个丸子给固定起来 用个小黑甲给收起来 丸子都收好之后呢 就回到刚刚耳前的地方 那我们就先从头顶的地方开始 会在头顶的地方呢 大概跳出一个V字形区域的头发 那为什么会说V字形呢 因为这样子比较能够修饰脸型 然后把这个这一撮头发都挑好之后 把它从中间稍微分成两撮 再来呢把它稍微扭转一下 就是把它分成两撮以后旋转在一起 简单旋转就好了 不一定要转得太紧 好转完之后呢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辫子 如果觉得它太紧或是弧度不好看的话呢 可以用手稍微挑松一点 那再来把它固定在包包的旁边 好接下来呢就从耳朵旁边这一区开始 一样把它分成两撮 然后松松的稍微扭转一下 转好之后呢一样可以先把这个辫子稍微拉出一点线条 挑松一下 就是不要让它线条看起来太死板 然后稍微拉好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固定在包包的旁边 就用个小黑甲把它夹起来就好了 接下来剩下的最后一撮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就一样把它稍微梳顺以后顺着你的头型分成两撮 然后把它两个辫子稍微绕在一起 绕完之后呢就可以稍微把这个辫子给挑松 挑出一点点弧度 可以看到我一直左右的在对照确认 因为我想要确认就是我的头型两边的弧度是一样的 那一样之后呢我才会把这个辫子给固定起来 这样子才不会就是两边不对称 头型看起来怪怪的 好然后最后把头顶的弧度再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发型就完成啰 好那这个发型呢除了可以像这样子在日常使用之外呢 因为它有一点花俏还有一点辫子的装饰 所以呢也可以再搭配正式的场合的衣服 像这样子参加晚宴或是party的时候来使用 那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影片有提供折扣码和优惠活动 大家别忘了到影片资讯栏去找哦 那就下次见啰拜拜